這個步驟我們要示範的是說明書內的第五部分 平台歸零 它會同時間校正我們剛剛裝上去的兩個噴頭 這個步驟如果操作不當 會對設備造成損壞 所以建議要看完整個影片之後 再進行操作 如果操作的過程中有發現任意步驟與影片中的表示不一樣 建議點擊軟體右上方的緊急停止來確保設備沒有造成損壞並檢查狀況是為何發生 首先我們要先確保S300的機型兩個噴頭都要裝在設備上面 即使你不使用第三個軸水溶性的支撐材 你也需要安裝兩個長度相仿的噴頭在設備上 如果只安裝一個噴頭在接下來的規零步驟時會對設備造成損壞 請一定要注意 歸零的方法 歸零的方法非常的簡單 在手動控制的頁面 就可以操作 首先我們先點擊手動控制頁面正下方的關全部法 這個步驟會把兩個噴頭的法體都關起來 確保在底下歸零的時候並不會有矽膠或是支撐材流出噴頭 對感測器造成污染 接下來我們用目視的來確保噴頭離平台稍微有點距離 而不要直接接觸平台 接下來我們就可以點擊手動控制左邊的四個房子裡面最下面一個單獨的房子 這代表歸零全部的軸也就是XYZ以及兩個噴頭的PQ軸 按下去後請仔細觀察影片中設備中的動作 請確保你的設備與影片的動作一致 在點擊後 兩個軸左邊的PQ軸會先向上抬升到原點的位置 接下來會進行X和Y的歸零 然後P軸 也就是左邊的這個噴頭會向下移動後 平台向上抬升直到碰到這個噴頭並停止 接著設備會切換到右邊的噴頭也就是Q軸 並往下直到觸碰到感測器並停止 之後抬升到與PQ軸接近的位置 接著兩者會回到XY的原點 這個位置是XYZ都為0的時候 並且你可以發現左邊的P軸會比右邊的Q軸稍微低一點 會離平台更接近 這樣子在接下來列印的時候 右邊的Q軸就不會干涉到左邊P軸 列印出來的物件